看看新闻网 另外根据江苏省卫生厅通报 江苏省确诊4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目前各地都已经积极采取了防控措施 根据江苏省卫生厅通报 江苏省确诊4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其中包括南京江宁区一名45岁的女性患者 宿泉市树阳县一名48岁女性患者 苏州市吴江区83岁男性患者 以及吴新市冰湖区32岁的女性患者 江苏省卫生厅表示将密切关注疫情动态 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 切实维护公众健康 防控方面 北京市卫生局今天透露 针对H7N9病毒的检测试剂 今天已经运到北京 北京市已经把H7N9病毒 纳入流感和不明原因肺炎监测体系 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同时确认 北京尚未发现H7N9禽流感病例 也没有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 广东省农业厅今天也表示 未接到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情报告 已向全省下发紧急通知 部署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另外四川 重庆等地 虽然未接到相关疫情报告 但相应防控措施也已展开